鍾黎泉是漢朝的一個大將軍 那他崇拜了赤油 上古時代的赤油 也就是我們現在年輕人說的偶像 所以應該說是鍾黎泉的偶像是赤油 他覺得赤油好厲害 力大無窮 居然一個人可以大戰軒雲皇帝的大軍 雖然最後他敗了 但是他覺得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他覺得赤油應該不適控 他覺得他是王 所以他就很崇拜他 可是當代歐最後的時候 鍾黎泉遇到很大的困難 因為他要保護蓬萊仙島的所有居民 所以他一個人要對抗有雄軍 就是軒雲皇帝的大軍 他一個人要對抗他 當然是不可能的 當年的赤油都被打敗 所以最後呢 鍾黎泉就大喊了一聲 石油 石油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我需要你 也沒有想到 就真的石油復活了 復生了 復在鍾黎泉的身上 一下子鍾黎泉 由人變成半人半牛 所以他是人面牛身 因此呢 後來就變成這樣的一個造型出來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必須要有小聲的姿態 但是又要有靜腳的那種情緒 跟心情 跟唱腔 跟身段 我還要背著我的牛背 跟著我的愛人 漢拔公主 談戀愛 這還是我第一次 半人半獸要跟正常的人談戀愛 那剛剛盛在有說 他說我是戀母情節 他說漢拔公主是上古時代的人 我是漢朝漢室的大將軍 她根本跟我相聚都有幾千年了 如果歲數來講的話 漢拔公主已經是幾千歲了 的這樣的一個女人 我居然還愛她 還愛得下去 可是我覺得這個戲真的是編得非常非常的 恰到好處 好有意思 而且我想愛情真的是不分年齡的 這個是我這一次對這齣戲 對我自己的角色 還有整個戲的編排 我覺得蠻新潮的 很適合現代人看 很適合現代人的思維 那其實有一點 我們包括服裝 道具 布景都會推翻以往我們的傳統 比較偏傳統的方式 我們這一次會比較偏天馬行空 甚至於有上古社會的人 甚至於有現代人 還有漢朝的人 都會在這齣戲裡面出現 所以我想 它是一部很難得很難得 會把這樣三個時空 集合在一起 在一齣戲裡面 短短兩三個小時要表現出來 到底明華園要怎麼樣把它表現 我想大家一定要進到劇場來看 要不然你一定會有所遺憾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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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